我喜欢澳洲主要是因为我觉得 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努力 就得到相应来说 对等的回报 我就知道我要努力的话 我就肯定能得到一些回报 这个就是比较公平的一个环境 我也喜欢这边 我感觉没那么焦虑啊 就还挺享受生活的吧 我觉得相对于来说 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是 Being Present 就是你是活在当下的 而不是说 总是想着你达不到的 想着你明天的自己 但是你现在又达不到 然后你就反过来看自己 你就很不高兴 反正这少这是我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可能也有人觉得澳洲太村了 就没有什么发展啊什么的 明显的一个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在北京 虽然年龄比现在小 但是那感觉那个时候很亚健康的 亚健康你指的是哪些 那就是就是就那种就很生活很不舒服 身体也很不舒服 然后也很少有锻炼 然后每天吃的东西又很垃圾 然后也不会太自己在家里做饭呀什么的 你对自己小孩将来的有没有什么期待的 我真的觉得他开心就好了 我觉得可能听起来非常的clicé 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自己从小就这么长大的你知道吗 因为我就是没有太多的那种家里的压力的那种人 没有我爸妈没有逼着我说 你必须要去上大学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我觉得他只要能够有一技之长能够养活自己就OK了 我挺喜欢我现在在做的事 现在我除了上班之外 我还有在帮一些就是想要入行UX设计的学生做mentor 然后也是开始做了这个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成就感实在是太强了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完全 我不知道也不说是跟那个带自己孩子的那个成就感不太一样 但是当你看到你能够帮他们的时候 你真的帮他们得的 就是达到了他们想达到的目标的时候 那个成就感真的是就非常的不可替代 对他可能就是这个收入上比不上你自己上班一天的工资 但是你花的时间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事情是只有你能做 然后你把它做成了那种感觉 就是突然间就是以前因为一直都是在这个行业里工作 然后好多东西都习以为常了 就觉得这些东西都很简单 从来没有想过说对就是说你反过来去想想 其实自己刚一开始转行入行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困难 那你现在如果你能够把它们总结出来 帮别人在做那一步的时候稍微容易一点的话 你就其实影响力还挺大的 就是我之前没想到过我可以有这种影响力 可以真的说去改变别人的内容缘 不说改说大了是职业上的吧 对就是你比如说如果你遇到一个好的mentor 其实对于你后面一生的影响还是可以很大的 他可以就是说是职业上的一个贵人吗 对吧有时你真的是在职业的发展道路上遇到一个贵人 他可能真的是加速你自己这个职业生涯了 对就是没有意识到过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说哦你其实可以产生挺大的影响力的 也是做了这个之后才觉得说哦原来你可以你可以去产生挺大的影响力可以去影响别人 然后就觉得这件事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你现在的话就是在做在上班之外然后做一些帮助新人去做这个行业里的一些引路人吧 对就是我现在在做这个事情心里的感觉我感觉就和你现在对于你做这个视频的这个访问的这个热情是一样的 你能明白我的这个感受吗 因为这是你自己特别享受的一件事 对而且就是我我是非常喜欢设计嘛 这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跟我之前做我那个wedding stationery那个business还不太一样 我当时我当时是觉得哦这个事情可以做 但那个更多的是面向自己 对这个是面向他人 对对对对真的你总觉得很对 也当时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没感觉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你知道吗 但是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就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其实我是一个行动主义的人 我觉得现在有的人身上的一个问题就是看着盯着太多的明天的自己去看了 从而就导致了很多的焦虑 然后导致了自己手下的事情不能够行动起来去做 我是觉得大家你就不要想那么多 然后就去做就是了 因为你做过的每一件事 其实到后来你反过去看的时候 都是对你自己有帮助的 这是我觉得想分享的 我突然想起来一句话他们叫 你是你所有吃过的饭见过的人 读过的书的综合到现在 对对 所以你就是你综合所有的经历 其实都会在自己的生命说 或者在你的身上留下络艺 然后这个经历的话有可能就会帮助到你将来会有一些奇妙的组合 你不知道对吧 它有可能然后突然产生出一个组合 然后帮到你将来 对 你就跟我一样 你采访一个人没有你知道吗 你采访两个人也没有 但是你说你一年采访一百个人 这件事就牛了 对对对 你只要你拿出来一个单说的都没有意义 但是你只要是一年时间在记录 它这件事情的话 总体来看它意义就非常大 嗯 是